走而久之 頭髮全部掉光光 然後就開始稀疏 你要稀疏不好看嘛 到最後乾脆搞個有形的光頭 什麼都不用煩惱了 可是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跟安全帽的道理是一樣的 是 它整天戴頭套 它是整天戴頭套 因為長期拍戲嘛 它那一年半仔都在拍戲 所以悶住就不說 對 其實這個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男藝人 到最後其實都有類似的功能 都有這樣的困擾 對 不止一兩個 應該不是說男藝人才有這個困擾 女生也有啊 像我們開始做這個之後 我都覺得很容易也職業傷害 是不是 因為我以前的頭髮 其實也跟蘇維一樣 就是我們也是天真地直的頭髮 就是它彈性又好 又誤會又亮麗又濃密 其實前面這一段可以不用講 講後面 那請問現在是什麼狀況 現在就很麻煩 你知道嗎 我每天都覺得 像噴很多膠之後 有時候回家很累對不對 對 那很累就想說 能夠明天再洗嗎 就你就發現那個膠永遠存在 而且你在洗的時候 有時候是弄不開的 是 是弄不開的 然後硬扯它 然後默默的就覺得 髮量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多 好像真的沒有那麼多 越來越少 其實也不是啦 就算是沒有弄髮膠 髮量也是會減少 我年紀還沒到好不好 你有沒有看清楚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你剛剛講的那些男藝人 其實他們就算不戴頭套 你說會不會掉髮 會啦 其實年紀 上了年紀以後 你知道那雄性素的影響 所以頭套還是加速吧 對 加速 但是如果他沒有禿頭的 那個潛在的因素 其實他只要不戴頭套 過一段時間慢慢還是 對 就是要懂得通風嘛 然後清潔嘛 可是我覺得我自己也有困擾 我以前也跟 現在不用 不用 來 繼續跳 好 我跳 可是我跟大家講 我覺得我是一個 非常愛我頭髮的人 因為我不染不燙 我還會定期去護髮 好 這個跳過去不重要 可是光是頭髮分線 就是很可怕潛在的危機 我曾幾何時 我後來就是變成說 我很喜歡加一分對不對 他就自己中分 他會自己中分對不對 對不起 那條中央道路 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明顯 而且越來越稀疏 就路越來越寬就對了 對 然後我只能跟 跟造型師講說 那你幫我加玉米加玉米加 因為你會覺得塌 然後覺得頭髮少 後來他就告訴我 我不知道對不對 他告訴我說 文婉姐 請你不要小看分線 因為你常分那一條線之後 它就像稻田裡面的路一樣 田梗 常常有人走有沒有 結果越來越踏條 他說你一定要換 要改變線 對 他說你要換線 然後換來換去 這樣比較不會造成長久突髮 我不知道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真的越來越少 就是物理性的 應該這麼說 因為你經常 同一條髮線的時候 你知道頭髮有重量的 它本身會往下這樣子 拉下來這個 尤其女孩子留長髮 那個重量會多一點 你這樣子一個重力的拉扯的時候 那個地方血液循環會變差 所以毛狼得不到 適度的血液循環的時候 它就會衰退 甚至換 國安姐 我沒有看過你旁分耶 我跟你講 我以前旁分過 哪怕是哪個二百五跟我講說 中分比較有女人味 結果後來... 你那... 沒有 真的就回不來了 有 可是我現在有一個困擾是 我後來旁分 它自己就會跑回來 它自己就會跑回來 然後自己又跑回來 怎麼辦 我看看 借我看一下嘛 是旁分是什麼樣子 沒有 就是它自己會再跑... 等一下 我待會再弄一下 它又回來了 你看 就你那些很固定就對了 真的很固定 你已經是一條凱達哥 所以很麻煩 所以媽媽朋友也要知道 自己要稍微分一下線 好像不只是分線 就是像有些人綁 綁那個馬尾綁久了 這一邊好像也特別 越來越那個 會 對啊 所以你不要以為 你那是真的很... 不是 我告訴你 以前在新聞台的時候 播新聞 你知道主播頭 都要吹成像安全帽一樣 裡面要刮很多很多很多 而且因為我頭髮太軟了 所以我要噴很多膠定型 因為從早上播到晚上 很菜嘛 所以一天要播很多集的新聞 結果到最後 我整個頭皮裡面 都是要叫做什麼 發炎性的那種 毛囊炎 對 而且它重複一直復發 就感覺它不會好耶 就大概是擦藥或吃藥 大概一個禮拜好了 可是它大概三個禮拜又復發 就一直這樣噴 一直這樣刮 有 這就跟女生 一直不卸妝會冒爛痘一樣 頭皮也是一樣 你知道嗎 而且最近那髮品超多的 不只是 現在不只是刮而已 現在有什麼 蓬蓬水 蓬蓬水 蓬蓬粉 胡椒粉 然後還有什麼鬼 然後你不知道他們說 尤其用那個蓬蓬粉的 好幾個人都跟我說 他用的時候 他非常難洗 而且會超癢的 而且超 非常難洗 我不用第二天癢 他當下給我弄下去 我就尖叫 因為開始癢了 所以我就完全對 因為他很過敏品 而且他常常趁我不注意的時候 就撒一把 你知道嗎 怎麼弄得怎麼出手了 這個其實很可怕 可是我還是要跟蘇薇講一下 我其實本來也滿喜歡 像蘇薇這樣 夾了一個好像類似公主頭 我跟你說 後來有造型師告訴我 不是我要恐嚇你 這怎麼樣 你夾子常常夾這邊 這邊也會凸 這邊也會 就這裡 我不知道對不對 那個丘醫師 因為他就說 我也覺得我這邊好像比較容易塌 然後這邊感覺有沒有 他說文文姐 其實你可能看不到 我告訴你 有一點耶 你這一塊感覺頭髮比較少 那你就說 可是我沒幹嘛耶 我已經不染不當了 他說 可是你夾子常夾這邊也會 沒有啦 那要看體質的 像蘇薇怎麼夾它不會掉 真的嗎 我檢查一下 其實 倒數三位 這也是夾滑 那一定哪裡買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經常做某種固定造型的時候 那個頭髮其實是要讓它休息的 對不對 然後那個髮品 其實那些噴膠到底對頭髮有什麼影響 當然啦 它也是一些化學藥劑嘛 對不對 那你噴的話 如果說只是噴靠近外面的 外側的部分 不要沾到你的髮根 那當然對毛囊的影響就比較小一點 你知道我們在使用藥品上有一個 像外用的這種貼片 它大概不要連續使用超過六個小時 因為六個小時以後 它沒有藥性了 你還一直貼在那邊 結果它的一些黏著劑 它就對你的皮膚造成刺激 對 反而引起皮膚炎 對 所以使用的方法就是說 你不要讓它貼的超過半天的時間 是 一定要把它拿掉 可是 那秋衛士有幾個選擇 第一個是刮膨 然後第二個是噴 用膠這樣噴 然後抓膨 然後再來用膨膨粉 然後一個會比較好一點 就我們沒有辦法選擇 對啊 我們一定要選一個 這場合起來很厲害 她每次要錄影前 她可以噴掉半罐的那個絲 她開始絲 我就說你是在台幌喔 她真的很厲害 半罐喔 對 沒有 這個是形容就是它噴很多 就沒有停這樣子 噴到直到要上去之前 對 那像美人姐 她是很怕那個噴的味道 像我也超級怕 因為只要有人一噴 我就開始狂渴 因為我們會過敏的人 可是像我剛剛講那麼多方法 我們有沒有 沒有得選擇的選擇哪一個 因為你看刮 它刮它就是讓頭髮受傷 可是它沒有噴那些髮瓶 對啊 然後膨膨粉呢 就是直接接觸到你頭皮 那髮膠又說直接噴在外面 最主要是髮膠 因為有定香劑最多 塑化劑最多 如果說你真的要讓頭髮 這樣噴噴的話 我覺得 與其用化學藥劑 去傷害你的頭皮 還不容易用物理的方法 因為物理的方法的話 你毛囊沒有受傷嘛 你還會長回來 對 還有 還有什麼 買那種頭髮的棉球 有 有 有 這是流行的小棉墊 塞進去的 然後再用夾子把它夾起來 就是我們主持人的 所以你看 幹嘛這樣子那麼辛苦呢 自然就好了好不好 所以這間髮品的確 它裡面的一些化學物品 對我們的吸入性 或者是頭皮都會有一些影響 當然我們自己斟酌來使用 吹頭髮有一些步驟跟方法嗎 好 吹頭髮的話 其實一個重要的原理就是說 盡量的減少對頭皮的傷害 所以我們吹頭髮的時候 其實把握一個原則 就是你頭皮保持乾燥就好 因為你頭皮如果沒有乾燥 你容易受涼 會感冒 對不對 所以我們頭皮吹到乾以後 外面的這個頭髮 七層乾 八層乾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非得 把它外面的頭髮吹到全乾為止 因為你如果外面的頭髮吹到全乾的話 那受熱的時間就加長了 受熱的時間加長 又有頭髮髮質就受傷了 像我 我很假的 我之前我就會頭髮洗澡 我也不吹 然後就整個用那個大的頭皮 把它捲起來 然後就在那邊看電視 打電腦這樣 讓它自然風乾 那叫風乾 不是吹 風乾 我跟大家講 後來第二天 睡醒頭非常非常的痛 所以就像邱醫師講的 頭皮是最重要的對不對 對 頭皮是最重要 就是頭皮乾 對 頭皮乾 那整個髮尾不一定要全乾 對 自然晾乾這樣就可以了 是 好 因為現在科技越來越進步 還有什麼 這種吹風機它的功用是什麼 真的有效嗎 這些東西其實噱頭比較多一點 對不對 但是如果一個產品 能夠達到我們剛剛的要求 那它可能就會有幫助 什麼要求 就是以比較少的時間 就可以讓你乾 因為這樣可以減少 接觸到熱傷害的時間 如果真的一個產品 能夠達到這個要求 那它對於你的頭髮就有幫助 好 那梳子要怎麼選 有差別嗎 梳子一般來講有兩種 有扁的 有圓的 有耶 房間用都怎麼按摩 對 這個是圓梳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扁梳 但是這只有單排的 有一種扁梳是好多排的嘛 對不對 這種扁梳 那我們知道這兩種梳子 它的差別在哪裡 扁梳它是一個平面的 那這圓梳的話 真正接觸點只有一個尖端嘛 對不對 這個圓梳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的頭髮是燙過的頭髮 你每天在整理的時候 你在髮尾這個地方 你可以這樣捲捲捲對不對 它的好處在這個地方 但是它因為它要 在上面梳的時候 接觸頭皮的壓力比較大 所以按摩的效果沒那麼好 但是會比較刺激你的頭皮 這是第一個 如果是扁梳的話 假設它是好幾排那種扁梳的話 它來按摩頭皮效果還不錯 對 但是問題 它這樣梳頭髮梳下來的時候 有些女生頭髮長一點 它會怎樣 打結 打結的時候 如果你硬是往下扯的話 有時候會傷到髮根跟頭髮 是 所以大家要注意 通常我們頭髮大概 多久它會長出來啊 頭髮的長的速度 大概一個月長 一公分 一個月長一公分 那如果被扯掉了頭髮呢 那個毛囊多久才會長出頭髮 頭髮是在生長期的話 你頭髮雖然掉落 它還會再長出新的頭髮 所以這個倒是不要擔心 是 最重要是要保持這個毛囊的活性 活性 不要讓 像剛剛有提到說 你頭皮發炎了 那個地方毛囊全部死掉 結果就凸了一塊 就這樣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了解一下 護髮的一些觀念 我們怎麼樣去洗髮 洗髮 洗髮 護髮 讓我們的秀髮可以 柔柔亮亮 閃閃發光 我們先來看這個VCR 你知道以前它有一個說法說什麼 做月子不能洗髮 對 就是我沒有洗髮 其實你知道嗎 現在人家認為說 這是一個迷思 這個是錯誤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古代人會這樣流傳 是因為以前沒有